一个女孩去兼职人体模特 可没想到对方却提出了那样的要求 引得一旁的小职员都看待了 而对方却不以为然 当做没有发声一样 这个故事还得从一个叫北村的职员说起 为了找一个工作虎口 北村从报纸上找了一个 和自己美术专业对口的招聘广告 上面的地址是一个工厂 等他到了之后 才知道那里是制作人体模特玩偶的 但是再怎么说 也算得上是专业对口了吧 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同事 笑着安慰到北村 经过了一番劝说之后 北村也答应了留下来 同事们都为此感到欣喜若狂 此后男同事老金就带着北村一起工作 他的梦想就是做出世界第一人偶 所以在教北村的时候 都是格外的认真 可是北村并不是这样想的 北村就只想有一个能够糊口的工作 来养活自己 只不过就算是老金和北村 在认真的工作了 老板都对他们所做出来的人偶不满意 其原因只是老板认为 人偶的胸部做得不够逼真 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就难倒了老金和北村 老金和北村都没有对女性 有太多的接触 对于这个问题 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也压根不知道女生的胸道底长什么样子 摸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触感 老金当即就提出来一个建议 打算用真人模特来做模型 北村一听 心中的小火苗也渐渐地燃了起来 也准备跃跃欲试 但是在当今这个年代 连美术上都很难找到裸模 就跟别提他们这种做人偶模特的 但他们两人为了能让胸部更加逼真 居然假装是做医用人造乳房的医生 去骗小姑娘来帮忙 果然很快他们的漂亮女模特小悠就上门找他们了 北村接下了塑造胸部的重任 但却不敢提出摸一摸小悠的胸 老金得知后 不顾北村的反对 向小悠提出了请求 但出乎意料的是 小悠没有反对 还没有任何的犹豫 答应了老金的请求 北村抚摸着小悠的胸部 仿佛到了人间天堂一般 气氛既尴尬又暧昧 小悠走后北村追上了小悠 并对小悠表白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 小悠答应了做北村的女朋友 可是与此同时 北村也在担心小悠问起 她到底是做什么的 如果小悠知道了 她的真实行业 又会做何感想 不久后 老金和北村所做出的人偶模型 登上了新闻头条 还成为了最畅销单品 众人对人偶的评价相当之高 此事一出 北村想要给小悠说出实情 就更加的困难了 直到他们结婚都没有说出口 导致北村忐忑不安 因为人偶的畅销 北村的工作越来越忙 很少回到家和小悠一起吃饭 工作上的繁忙 让北村渐渐开始 疲惫于家庭的琐碎 看到小悠等她回家吃饭 她不仅不敢动 反而只认为 让她感到压力倍增 小悠对于这样的生活 也感到了很失望 找个北村好好谈一谈 可是北村并不想面对这一切 下班时候就不回家 跑去和在外面认识的小美 在KTV唱歌完全把小悠的事情抛之脑后 小悠也离家出走 可她不仅没有找小悠法 和小美越走越近 过了几天喝得烂醉的小悠 被一个陌生的男人送回了家 北村才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决定和小悠坦白 小悠表示 不管对方是什么工作什么职业 自己都不会嫌弃 这也间接地在表达出 对北村和小美关系的不满 北村对小悠坦白 而小悠也和北村坦白 其实她也和男人出去了 这下一人一次两个人互相扯平了 他们也提出了离婚 第二天小悠离开 北村却拉住了小悠 小悠只好给她说出实情 其实是自己得了癌症 在北村不回家的日子里 小悠就去查出来患有癌症 一个人默默地承担了这一切 小悠独自来到医院 却没有家人的陪同 可是北村突然出现在小悠的身边 之后北村的态度一改 常态经小悠照顾得无微不至 小悠也因为癌症 从此失去了拥有孩子的权利 但北村比在乎这些 因为小悠才是不可或缺的唯一 也向小悠道歉 在这些年 她已经忘记了当初结婚的初衷 如今的她 只能尽可能地多陪在小悠的身边 祈祷治疗有效 然而樱花盛开的时候 小悠的病情也开始了恶化 小悠也知道了自己已经无药可救 给北村留一点什么 小悠决定以自己的下面为为原型 因为北村的人偶还需要进一步地改进 让北村对自己的下面进行感受 北村也同意了她的决定 当晚就亲自感受了一番 来自于小悠的温暖湿润 小悠离开了 但可以换一种方式继续陪在北村身边 北村将自己全部的对小悠的思恋 注入在了人偶当中 并且成为了玩偶小悠的第一个使用者 小悠就此也成为了北村心目中的 白月光斑的存在